破案简直太神速了 高楼扔玉米砸伤女婴的老太太已经被抓住了 近日浙江加薪 69岁猪老太太从19楼扔下了一个吃完的玉米 正好砸中一名8个月大的女婴 当听到女婴的奶奶大喊砸到人了的时候 这个猪老太太那是害怕极了 她心想这么高 只要自己死不认账 谁知道是她认的呢 没想到玉米上残留的DNA 让她再也无力狡辩 只能接受惩罚了 被猪老太太砸伤的女婴 经医生诊断为大脑猪网膜下腔出血 经过治疗 目前女婴已经出院 但后续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猪老太太一定是逃不了干系的 这件事情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 如果因此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 或者是财产损失 你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别以为一栋楼这么多人查不到你身上 先不说有先进的DNA技术 就是小区密布的试堂头 你也躲不过去呀 若想 人莫知 除非己莫为 做人不能太缺德 一定要有责任心 要有功德心 凌亏呀 这一次猪老太太扔下的玉米棒 被这个空调外积给缓冲了一下 试想 如果没有空调外积挡那一下子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呀 想一想有多少人因为这个高空抛物 而被判入行的 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觉得高空抛物的猪老太太 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